尝试的可能不一样的一个身份,然后自己感觉怎么样,是适应的好吗? 自己感觉蛮好的,演员就很享受的,有人问你当演员,你要党到多少岁,我说我如果能当你辈子,我都愿意,但是呢我发现当了制作人之后,其中还有很多工种还是很有意思的, 还有其他的部分,你会了解了解,因为这个是行业里边你要都要去了解的,大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表达对于这一台戏的你看不到的那些人,还在默默付出着,体现他的价值,这个是很了不起的这件事,所以说不是说非得说演员在台前,傲光鲜亮丽,这个就是能体现他的价值, 大家可能有机会的话可以多了解,我为什么说如果你爱音乐剧,你爱他的全部,你要多看一看,这个舞台当中还有一些道具部门了,灯光老师了,音响老师了,等等很多很多部门,他们做出的成绩,如果你们要看到了,给他收个大拇指的时候,他们会发自内心的会觉得啊,干这些话是值得的, 那因为现在罗珠正好是在热影当中嘛,那各位因为也都是罗密欧跟朱利亚的扮演者嘛,能谈谈这次的这个角色对自己的挑战,或者说演出到至今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吗? 压力其实还是蛮大的,觉得像周周,他们这个年龄段可能演起这个角色,得心应手,对我而言,他还是过了一个青春期,对,然后演起来的时候,你还是要拿劲和提,提这个劲, 然后我们的导演呢,也是要求你,要做出那个,他的那个要求的范围内,所以说就确实是很难的,你要提劲是很辛苦的一件事,从上半场,你永远都是积极的,一个人在台上积极,他其实是不是自我了,他不是在台上那种松弛的状态,他是很, 你明白吗?你这样,你对,你得对这个女孩的那个年轻人的那种朝气蓬勃,就真的像出生的太阳一样,你要那个,你这样用不完的劲,就用不完的劲,就出生牛肚不怕虎的劲,他都得有,你不能,因为你,我们三十了以后,你在台上,你可能会,你自然的状态,你就是很卸的,你绝对不是18岁,18岁的孩子永远都是那种, 对,他真是这样的,所以你要找那个状态是最难的,对我而言,然后你说台词的时候,我自己听着就觉得很别扭,就不是我,我说的,不是在我塑造这个角色,幸亏我们的台词还少,对,可能就是很连带过,因为包括周梦涵他们就很舒服,我觉得听的话,是对,然后他们俩在那,对,相互追逐,然后打闹,就感觉特对,你说说没, 对啊,你们这个相互达闹特别对的,这个感觉 我是觉得,因为这也是我第一次演法语音乐剧,因为,就是对于法语音乐剧来说,可能还有区别于我们之前看到的音乐剧,因为它是一个,类似于演唱式的音乐剧,每个人有特别多的歌曲类型,因为包括, 对,因为包括我,还有嘎哥,还有玉婷,我们三个人,其实一整场下来,大概有四十二首歌曲,我们要唱到将近一半多,所以其实对于我们的工作量来说,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每天,我跟嘎哥,还有孙盛凯老师,还有李晨熙,我们四个人,就是每天都在,到底研究怎么样,怎么样去唱,怎么样去练,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排练的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个过程 那雨婷能感觉怎么样 压力很大的,是不是真的 其实像,因为朱莉耶,罗米欧,她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 谢谢,这样的话可能 谢谢,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人物形象,她在每个人心中是不一样的 所以,其实饰演起来的压力非常大,而且又是,好像有经典摆着呢,对,对,就是,初入茅庐的一个新人演员 就你最好,你最好,哎,怎么回事,你看,你看,你看,哥哥们,哎呀 她跟那个01版的,那个女主是非常像的,对CC是吧,非常非常像,就简直很多人看完以后,哎呦,她的那个装扮中,突然看到01版的,那你一讲, 我想想,01版的那个姑娘也都是,也就是20岁左右,她更小,更小是吧,你看,很好 但是因为有经典在这摆着,20年前的东西,我们还要通过中文去演,然后异配,包括我们从中文去演出一个法国戏,这其实是有很大压力的,因为很多我们的观众啊,有这个,法剧呢, 所以说她能不能接受,这也是个问题,我们是,我们其实是压,顶着很大的压力的,嗯,那有看到一些观众的评论吗,就是大家对于这个看完之后演出的一些感受,我不咋看,对,我不咋看,她更有压力是吗,不是有压力,我自己非常清楚自己演成什么样,嗯,然后我自己知道哪有问题,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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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我反而是压力还是蛮大的 其实我压力也是最大的 你知道吗 你也是最棒的 你也是最棒的 你是最棒的 别这样想我那个什么 所以有从嘎子哥身上学到一些什么东西 比如说舞台的照片 就开始虚了啊 哈哈哈 可以举一些具体事例说 这个戏这个戏我跟你讲 你你这个问题就有问题 这个戏准确的讲的话是我 跟他们学习 学青春朝期的戏 当然了 因为这个戏没有 一个十八岁的戏对吧 你这个你不需要这个戏 你不需要有多么老到的经验或者怎么样 你越老到又不对 你明白意思吗 你越单纯越简单 你越什么都不知道它历史背景 你就爱这就对了 你越懂得多 我跟你讲想法多了以后 你的就不纯了吗 你这个戏你怎么能爱呢 为什么爱殉情呢 它就是简单的爱啊 嗯 所以所以几位有有 那个特别学到吗 有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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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 对主要是阿云阿云阿老师 那个人格魅力影响着我 哈哈哈 阿老师是真的真的很认真 帅了很认真 很敬业的演员的 很帅了 认真是不应该吗 认真是不应该吗 认真是应该 这是这是标准 对 对我也是个标准 因为我们本身有特别多组卡斯嘛 嗯然后我们在合成排练的时候 他真的会抓每一个主力 来咱和两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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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跟各种各个名 罗米欧走咱唱两遍 走走唱两遍 然后来大家一起和 就他真的像是一个就是 把大家连结在一起的那个人 然后会让整个组组越来越好 对 很感谢有他 真的 所以几组卡斯之间大家会有比较吗 就会互相看吗 就是比如说吸取一些其他 对 我们每天每天是要看的 比如说今天有机 因为我们连排的机会是特别少 对 每一组能够上去连一遍 那是简直你知道吗 天赐的 真的是天赐的 所以说四组卡斯你想 我们在那合成时间那么短 然后呢你真正连排一次 太难得了 只要他们一组连排 我们所有人在这节排 从头到尾看到 看到尾 就是我们到十二连的时候 对 然后得看他的问题 有问题我们就说 你那块应该怎么样 然后哪会好的地方 我们也去说 我们怎么样 可能这个角色可能更好 对 这一点是我们所有演员们 就是特别好的 是特别特别好的 因为很多你知道吗 比如说其他组我不知道 大部分剧组你肯定 这个这个同样的角色之间 都会有一些小的 你知道吧 不知道 行不行你还 但我们不一样 我们是哪有问题 你跑太难看了 我们都会说 然后完了 你哪块你觉得 你哪块好 我们也都会说 我们就觉得借鉴 因为我们这一系呢 很多动作是必须要规定死的 每一个手势 对 每一个动作 每一个台词 呼吸 都是要严格的按照 法国导演的要求 所以呢 在这方面 那我们就不用说 自己处理任何太多的处理了 我们就按照导演的要求 那在导演的要求之上 我们做到最好 就相互之间去 去去说问题 尽量的去完成 对 哈哈哈 我想说的 阿老师都已经说完了 真的 哈哈哈 阿老师总觉得非常的 真正感作为前辈 然后给到他们这些新人 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建议 或者说未来有什么 你听前辈是不是像老年人 没有没有没有 只是走在了稍微前面几步而已 嗯 我刚刚想说什么来的 你刚刚的问题是什么来的 对对于前 刚刚出来的这个新人 我当然没有建议 他本身自己足够优秀 只是通过一个平台 文化广场 这样一个 一个平台 他展现他自己 让我们看到 我们 我觉得 有音乐剧梦想的人 你足够优秀 你就可以站到 闪光灯 以及舞台最中心 嗯 所以有梦想呢 尽管呢 去哪层了 之前了 我想说 你说你多说 就是其实 其实阿老师也是坚定我音乐剧梦想的一路人 嗯 我真的我大一的时候 正好阿老师那会生人心 然后那个节目出来 我在节目上看到阿老师唱歌 我说 嗯 我未来一定要努力跟他成为大档 哎这倒是你说过 嗯 然后就是真的这个 这个梦想一直支撑着我 一路走到现在 所以就 挺有缘分的吧 嗯 珍惜台上每次和你 有秀 哎呀 唱得好 OK那阿云改因为也是连续第二年担任这个形象大使嘛 那对你来说就是音乐剧 因为你也一直都讲 如果我自己是一个音乐剧的演员 然后也非常珍惜像这样一个职业 然后甚至 嗯 就是把可能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这个音乐剧的发展等等 就是自己的一些创作上 嗯 然后自己是出于什么样一个考量 就是一个是单一形样大使 然后接下来所做的一些努力 嗯 就尽自己所能吧 啊 你不能 三百六十五天我都在 剧院里边也不大现实 嗯 但是我觉得在我有限的 时间内 呃 能为这个行业能 哎呀 就总觉得为这行业做就说话特别大 嗯 只是我觉得自己本身喜欢这个行业 嗯 在其中我就很开心 其实就这么简单 嗯 那从演员的身份 然后现在可能到之前的编曲 然后再到制作 然后这一路走来就尝试了可能不一样的一个身份 嗯 然后自己感觉怎么样 就适应的好吗 自己感觉蛮好的 呃演员 就很享受了 嗯 有人问你你你你 当演员你你要养 等到多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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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岁 我说我如果能当一辈子我都愿意 嗯 呃 但是呢我发现当了制作人之后 其中还有很多 嗯 工种还是 很有意思的事情 嗯 都会作曲啊 嗯 嗯 还有其他的部分可以了解了解 因为这个是行业里边你要都要去了解的 嗯 大家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去表达自己啊 表达对于这一台戏的你看不到的那些人还在默默付出着啊 哦 体现了他的价值 嗯 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所以说不是说说非得说演员在台前啊 光鲜亮丽 这个就是能体现他的价值 他只是 只整个一台戏的一部分而已 那大家可能有机会到可以多了解了解 我为什么说如果你爱音乐剧你爱他的全部 嗯 你要多看一看 这个舞台当中 还有一些道具部门了 嗯 包括灯光老师了 音响老师了 啊 还有等等等等的很多很多部门 嗯 他们做出的成绩 如果你们要看到了 给他收个大拇指的时候 他们会发的内心会觉得啊 干这个好像是值得的 嗯 那因为现在罗珠正好像是在热影当中